各位同学大家好 第31个高频考点是现金流量的分类与计算 客观题判断给定的选项是何种类别的现金流量 或者呢让我们分类别计算现金流量的数字 第一个大的标题是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排除法 排除筹资活动和投资活动以外所有的交易或事项 来那么第二个是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包括对内投资还包括对外投资 那么对内投资呢一般是形成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再建工程 其他长期资产等等长期资产的构建及其处置活动 还有呢这是对内投资是吧 还有对外投资就是不包括现金等产物范围内的金融资产投资 及其处置的活动 既包括股票投资也包括债券投资等等 那么第三个呢是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只要改变资本结构就是属于筹资活动 所以呢说导致什么呀资本及债务的规模及构成情况发生变化的那些活动 几个特殊的项目特别容易出题的 而且我告诉大家年年考我都不说几乎 第一个企业呢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 你就别管是与资产相关还是呢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了 那么都在哪呢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来列报 把它列为经营活动 第二个呢是分期付款购买具有融资性质是吧 那我们这个再有一个呢是租入资产 租入资产里面不包括短租和低价值资产租资 我们支付的什么租资付款额 这个是属于什么活动呢 属于筹资活动 注意啊分期付款购买 就有融资性质我们各期支付的这个款项 还有呢非短租非低价值资产租资 各期支付的租金都是属于筹资活动的现金流量 好了第三个呢是应付账款应付票据等等 商业应付款的现金流是属于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第四个呢 自然灾害损失和保险的赔偿 涉及到的现金流 假期随机假五随狗是吧 那么如果是属于流动资产 比如说存货的这个损失 要把它列入到经营活动的现金流 如果是固定资产的损失呢 就要把它列为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了 第五个呢 支付的进入固定资产价值的耕地占用税 汽税 车辆购置税 关税 进口的消费税等等 那这个是属于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 第六个呢 是应收账款保里应收票据贴线 如果符合金融资产转移终止确认的条件 卖掉了 要确认损益的 是属于经营活动的现金流 如果不符合终止确认条件 本质上是质押融资 把它作为筹资活动的现金流量 好了 其若银行承对汇票贴线 不符合金融资产转移终止确认条件 比如说信用级别比较低的银行 给承对的汇票 那有可能不符合终止确认条件 说后续票据到期 偿付等等导致应收票据和借款终止确认 先说这句话吧 如果说应收票据 这个商业成业 银行承对汇票贴线 不符合终止确认条件 我们依然要按照质押融资来处理 所以借一个银行存款 是不是要带一个短期借款 那我们账上的应收票据的账面价值 是不动的 好了 如果到期人家偿付了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 应收票据要把它充掉了 同时短期借款也要把它充掉 结束了 因此呢 都导致应收票据和短期借款的同时终止确认 由于呢 不涉及现金的收付 我们便现金流量表示 不得怎么样虚拟现金流 这句话是证监会那本书里面的 好了 公司呢 发生以银行承对汇票 背书 购买原材料等等业务时 它比照这个原则怎么样 来进行处理 就是不得虚拟现金流量 第八个 定期存单的质押和解除质押业务 这段话也是什么呀 证监会那边梳理 后来陆陆续续的纳注到CPA的教材 那企业首先呢 应当结合定期存单是否存在限制 是否能够怎么样随时支取等等因素 来判断其是否属于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如果说它本身不属于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呢 它的质押或解除质押 不会产生现金流啊 能理解吧 好了 如果说它本身是属于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呢 被用于质押 导致现金减少了 解除质押呢 又导致现金增加了 能理解是吧 被用于质押不再满足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定义 以及呢 质押解除以后呢 重新符合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定义 均会产生现金流量 那到底是哪一种类别 他说在后者就是产生现金流量的这个情况下 如果是金融业 通过定期存单质押 获取短期借款的活动 那当然就是经营活动了 相应的现金流 把它列作啥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好了 如果是非金融业呢 那它就是属于筹资活动 那相应的现金流 把它归类为筹资活动的现金流量 就OK咯 第九是我们今年的教材新增的 这个教材呀 跟不上考题 因为这个内容去年有一套卷考了 说支付的按照租赁准则简化处理的 简化处理的短租和什么低价值资产租赁 各期支付的租金 没有纳入到租赁负债器量的可变租赁付款额 比如说取决于使用量销售额的那些可变租金 以及支付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相关的预付租金和租赁的保证金等等都是属于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出 为什么因为你简化处理了 既然说我们简化处理了 在账上就没有确认租赁负债 没有确认租赁负债就没有影响到债务的规模及构成 它就不是筹资活动 是经营活动 那么企业应当将偿还租赁负债非简化处理的本金和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以及支付的预付租金和租赁保证金进入到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也就是说假如你没有简化处理 不是短租不是低价值资产租赁 是不是要乖乖的确认租赁负债了 那我们相关的这个现金流就列作筹资活动现金流量 好了去年的一个多选 说下列关于现金流量表列报正确的有 A呢以银行汇票倍数看好了 是银行汇票这叫其他货币资金 不是银行成对汇票 好了倍数买原材料 属于经营活动现金流 当然了 因为我们要代其他货币资金要借原材料等等 所以这个是正确的 B呢支付在线工程人员的工资属于投资活动现金流正确 C呢收到政府补助属于经营活动现金流正确 B呢这个有难度说境外子公司受外汇的管制 怎么样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呢不能够自由的汇入到母公司 不能够列作现金结现金等价物 你胡说八道 那站在合并现金流量表的角度 现金不管是在母公司他们家 还是在子公司他们家 都是集团的现金流 所以这个肯定就错了 只不过呢 由于子公司在境外 他那边外汇管制 现金流不能够自由汇入到国内 我们在报表付诸当中要予以披露 要让投资者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这个题的正确答案呢 是ABC三个选项 去年的另外一个多选 这个题好 二毛二零年的1月1号 甲公司与以公司鉴定商铺租赁合同 甲从以这边租入一间叫什么铺子 那租期呢是两年 每月两年是吧 两年就不是短租 我问你这个商铺啊 很值钱是吧 是不是低价值资产租赁 不可能是 所以他就不能够简化处理了 我们就要乖乖的确认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 影响了债务的规模机构成 什么活动 筹资活动 好了 每月的租金呢是两万块 同时呢 按照销售额5%呢 支付变动租金 注意这两万块钱是属于筹资活动现金流 而我们这5%的变动租金呢 由于呢 它是跟销售额挂钩的 没有纳住到租赁负债的计量当中 所以呢 这个就没有影响到债务的规模机构成 因此这个是什么呀 经营活动现金流 2020年度假公司支付给乙公司31万 其中租赁的保证金是两万块钱 你也别管里面有没有租赁保证金了 你就看它满不满足简化出来 如果满足的话呢 经营活动 否则呢 筹资活动 好了 固定租金呢是24 基于销售额计算的变动租金呢 是5万块钱 不去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各项关于假公司的表述 正确的有 A呢 说支付租赁保证金2万块钱 作为筹资活动现金流正确 B呢 是支付的固定租金 24万元 应当作为筹资活动现金流正确 C呢 支付的基于销售额 计算的变动租金5万块 要作为经营活动现金流正确 要分开的 此地呢 支付的31万元的现金 全都列作经营活动 那就错了 所以 我们这个题的正确答案是ABC这样三个选项 再来 20年的一个多选 对非金融企业 下列各项 产生的现金流 属于现金流量表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各有 看A 收到贴线银行承队会议票的款项 如果符合终止确认条件 经营活动 如果不符合终止确认条件 筹资活动 那反正它不是什么呀 投资活动 B呢 收到保险公司因固定资产火灾 损失支付的赔款 投资活动 那我问你 收到的存货损失的这个赔款呢 经营活动 C 支付购买可随时出售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到这个价款投资活动 那D呢 支付构建固定资产专门借款的什么 利息 注意 借款的利息 不管是符合资本化条件 还是不符合资本化条件 都是记到哪里去 筹资活动 现金流量 因此我们这个题的正确答案呢 是B和C这样两个选项 好了 19年的夺选 下列各项 下列各项 关于财务报表列报表述正确的有 A 出售子公司产生的利得损失 在利润表资产处置收益 项目列报 错 是投资收益 B呢 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作为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列报正确 C呢 周到的扣缴个人 所得税的手续费 在利润表 其他收益项目列报正确 另呢 自资产负债表日期超过一年到期 且 只有超过一年的 以供应价计量 变动进入当期损移的金融资产 在资产负债表当中 作为流动资产列报就错了 应该是什么 被流动 所以我们这个题的正确答案呢 是B和C这样两个选项 好了 那这个知识点就给大家讲解完毕 谢谢